第二九題 室溫下有一密封透明瓶子 裝了半滿的水 放置一段時間後 水位沒有明顯變化 關於瓶類系統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這是老師上課舉過的例子 這個叫做蒸發與凝結達到平衡 也就是說水持續的在蒸發 也持續在凝結 但是因為蒸發跟凝結速率相同 所以在外觀上水量沒有任何變化 水第二九題問我們說 關於瓶類系統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我們答案選的是C 水的蒸發速率等於水蒸氣的凝結速率 兩者持續進行且速率相等